嗨各位 我是景川一 歡迎回到閃電11人必殺技圖鑑系列的第三集 經歷了前兩集的元堂首時代這次我們開始講閃電11人GO的絕招喔 跟上一個世代非常不同的是GO加入了畫替身這個系統以及專屬於他們的替身技 總之廢話不多說 我們採背號制來一個一個介紹雷門的新成員吧 好的 第一位我們看到的就是雷門足球隊的大支柱 最值得信任 最可靠的三國學長 是的 這個傢伙原本是雷門的隊長 可後來就將這個位置交給神童守門員背號一號 三國學長最出名的招式然就是那驚天動地舉世無雙的燃燒街球 號稱閃11史上失分率最高的守門技沒有之一 三國一路比到第四站才發現 燃燒街好像每次都接不到球啊 於是他便發明出了新招蓋雅之職 然而即便如此 三國依舊在後續的每場比賽中要不是被惡意攻擊受傷退場 就是連兩次都擋不住射門然後直接被教練換下場 喔對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就是在遊戲裡面三國是可以覺醒化身的 精銳兵博恩 恩 對 其實也就是遊戲裡面的免洗雜魚排化身 第二位 車田學長是一個身材非常短小驚悍的後衛 背號二號 他是一個既沒自己的主線 連跟三國還獸物一樣被粉絲各種調戲 或者愛戴的資格都沒有的B咖一號 唯一的必殺技為搶球技衝刺列車 第三位 霧野藍玩是閃電11人GO裡面人氣最高的角色 對 抱歉 這次的投票是認真的齁 沒有五條勝跑差還搗亂的空間了 背號三號站位中場後衛 性別 秀吉 必殺技有迷幻之物 這人在第二季才有被刻意加戲喔 所以今天的介紹就只有這麼一點點而已 四號 天神學長是一個沒事把護目鏡帶在下巴上的怪咖 站位是後衛 初始的必殺技為擋球技 第一把萬里長城 後來打幻影學員的時候 因為他竟然得到了自己的主線 因此覺醒了新招 亞特蘭提斯之壁 另外天神學長的名字在台灣的危機裡面 非常莫名的被改成了地球子格 人家名字叫大帝好嗎 再來 西元杏柱 終於來了一個主要角色了齁 杏柱是跟當初天馬一起加入足球社的好閨蜜 非常的小一隻 但人家偏偏正的位置是後衛 背號5號 杏柱擁有非常誇張的跳躍力 藉此他開發出了自己的第一招必殺技 強力跳躍 還有第二招過人技 空中行者 不過杏柱後面就換位子保全黨守門員了 覺醒化身 護心神泰坦尼亞斯 在對抗星雲學員的比賽中 成功使出了魔神的右手擋下了太陽的必殺射門 就此雷門中學真正的守護神終於覺醒 直到時空之時的開播了齁 冰野海士維新雷門11人裡面個性比較樂天的二年級生 站位是中場背號6號 必殺技只有一招過人技 成浪小丑 說實在我一直都比較喜歡這種動作比較雜技型 比較有獨創性的招式 只可惜後來的傘吸 基本都是在拼角力而已 速水 賀政 雷門11人裡面負責膽小神經值的二年級生 站位一樣是中場背號7號 必殺技還是只有一招 日文名比較特殊叫 ゼロヨ 零四 這個招式名的典故 取距於賽車的引擎加速 叢林瞬間飆到400公里 顧名為ゼロヨ 嘿 各位 進入本影片的重頭戲之前 這邊我得先感謝今天的大乾爹玩具一哥大到一號店 對於本期節目的大力支持 玩具一哥大到一號店 現在因應為解封已經重新開業了 只要遵守防疫鬼犯 那各位都可以再次去回味那一份在這家街廣宅物的樂趣 這陣子我花了蠻多時間在做閃電吸引人這個懷舊題材嘛 但要講到懷舊動畫 那通靈王肯定也是當年時代的寵兒 今年伴隨動畫重製版的推出 通靈王也推出了全新的一套一番賞 但這次比較可惜 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所以廠商本來是希望我能實際帶大家去年裡面看看 順便抽個一番賞 讓各位知道我手氣到底有多差的 不過沒關係 好在我們廠商有夠貼心的 特地把一番賞連同幾個獎品都給他送過來的 我這邊就來抽給各位看看模擬一下那個感覺吧 來 究竟景川儀可以抽到多好呢 我們來看第一個 來 這個第一賞 不曝眾望的第一賞 有沒有看到 好的 這就是我們的 非常漂亮的通靈王重製版畫風的Illust Board 好的 現在我們來抽第二個 各位看到了嗎 又是一個不負重的伊賞 我就說景川儀的手氣真的是讓人碳為觀止的 非洲 OK 我們來看一下 伊賞的獎品是 アクリルチャーム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這邊有兩個非常非常漂亮的通靈王的 什麼講來的 壓克力吊飾 第一個 這應該 不用說吧 大概就是A賞 好 只有這種 最大的A賞 這是非常可愛的 娃娃 來 最後一個 這個海豹 才是V賞 我來看一下它這邊是什麼 Canvas G Tapestory 對 這個是掛軸 不是海豹 好 難怪是 B賞 非常非常漂亮的 通靈王動畫重製版畫風的掛軸 愛德華 這邊這一切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通靈王動畫一番賞的 全部ABC如意的獎品啦 A賞 手辦 B賞 掛軸 C賞 娃娃 B賞 畫板 B賞 吊飾 全部都非常的精緻 到時候各位一定要去抽抽看喔 好 現在我們把鏡頭還給 頭內 好吧 雖然非洲人的血統無法被逆轉 但是呢 抽下來第一番賞小紙片也別急著丟掉 因為各位 只要從這個QR Code去加一番賞的LINE 官方帳號 然後把你剛剛撕開來抽的小紙片拍下來 這樣的話就可以讓系統幫你辨識那個序號 直接在線上再抽一次獎喔 沒錯 希望的火星尚未熄滅啊 終於講了一堆二線Become 總算是來到了本作的第一男主角 站位中場背後8號的松風天馬 這位天馬同學呢 人家最強烈的特徵 就是他對足球一個無生物所抱取的秘之認同感 他永遠把足球當作一個真人看 就跟湯姆漢克斯去排球一樣 一天到晚都在說足球會哭的 足球現在一定很開心 足球我真的很喜歡你啊 之類之類 初期的天馬除了盤球之外 啥都不會做 可是由此他開發出了自己的第一招必殺技 微風靈步 可是別擔心 因為天馬馬上就會使用他的主角光環 瞬間晉升為全隊最全方位 最萬能的選手 帝國戰絕情了射門技 瑪赫暴風 月山國光戰又學會了新的搶球技 螺旋籃截 接著化身魔神佩加薩斯 化身即為佩加薩斯落雷 最扯的是只要有化身天馬甚至可以直接變成比三年始終如意在當守門員的三國學長還要更優秀的守門員普通街大於燃燒街 但究竟是化身系統太霸道還是三國學長太廢就都不得而知了 接著散購的第二位男主角站位中場備號9號隊長神童拓人 神童作為隊長跟元堂的領導風格有蠻大出入的 與其說元堂不如說比較像鬼道 像神童最有名的一個絕招不是必殺技而是必殺戰術神之指揮棒 就可以漂亮的畫出指揮隊友要往哪跑又往哪傳的球路 第一季前期也是神童的一季射門才正式升起了雷門反擊的狼煙 神童的必殺技有射門技極強音律射門還有過人技極速轉身 化身奏折馬耶斯特羅化身射門技為極強音律射門的進化型最可解取掉 然後在對抗木戶川清修的比賽中 神童同樣也帶領球隊用飛行路徑傳球成功突破了場地的障礙 沒錯 夠的第一季是有場地災害這個設定的 這招跟閃電日本以前用過的空中道路完全一樣 可卻不是同一個招式 最後一位男主角原被鼓仔的王牌前鋒劍城經界 繼承退射的男則學長的10號 劍城原本是第五院派來搗亂的原種 但後面被哥哥點醒而決定壓入雷門 劍城的招式輕一色都是走一個煞氣A黑騎士的路線 例如插口袋射門我超帥的死亡斬擊 還有倒立射門有夠威風的死亡墜落 化身劍聖蘭斯洛特 可以幫劍城射出狂轉酷炫的失落天使 對抗帝國的比賽中劍城靠他強大的角力完成了救急閃電這一招 明明只是要把對手震開而一旦不諸位和這麼搞綱要先傳回來再踢回去的必殺戰術 天馬神童跟劍城的三具化身還可以合體成魔地葛地分 在打星雲學人的時候三個人靠著一招成功彈回來太陽的射門贏得致勝的一分 最後一決賽中劍城跟天馬辛苦練成了秘密必殺技 烈焰龍捲風Double Drive 更是成了戰勝第五院的關鍵一球 好了一次把三個最重要的角色給講完代表接下來的影片全部都會是皮卡城場 11號苍尖點人 苍尖是天馬剛入隊的時候特別看他不順眼的一個成員 對大概就像是黃金之鋒的阿帕吉那樣屬於那種你各位啊的柯博學長 可是後面跟天馬和解後他就變成一個純粹的傲嬌 還在天馬被編劇強行升為隊長後給了他一些由衷的建議喔 然而即便如此 苍尖作為隊長的第二前鋒他的射門進球率 卻遠遠不及天馬神通這些中場 射門技翔尾蛇飛彈我其實還蠻喜歡的 動作很帥名字也很響亮 可是可是 苍尖美射這一招必被擋下你們知道 中文維基還很惡趣味的加了一段 三國的難兄難弟在苍尖的藍位上 接下來這兩位必須連在一起介紹 因為他們每一次出場都一直黏在一起 雷門二軍的青山跟一乃 一乃是隊長 二軍動畫第一話先是槓上的建成 結果不用五分鐘瞬間被打得落花流水 最後整個解散 還好青山跟一乃後來有轉正回來當板凳球員喔 青山的必殺技有跟神通學來的急速轉身 兩個人還有一招從帝國偷來的魔幻交叉 夠的一隻賴擔當錦龍馬 原本是雷門二軍的王牌射手 可是跑到義大利修行後認清了自己的實力 聽了冉鋼 對冉鋼的建議後 把站位從前鋒換到了中場背號14號 因此人家秀出的第一招不是射門 而是過人技特技運球 化身為戰國武神武藏化身技武神連斬 一般的射門技是傳來寶刀 說真的比起連斬我更喜歡這一招 不爲什麼就是因為比較俐落 而且武神連斬認真是整部GO前幾名脫塌的射門 只一打木護川清修這招第一次登場的時候 他就連叫了三次替身跟連射了兩技射門 超級無敵浪費時間 接著是GO的不動冥王擔當獸巫正樹 人氣投票的排名是僅居霧野的第二名非常誇張 獸巫小時候因為家人生意失敗 而將他丟到了外星學院那間陽光貴院照顧 從此便養成了獸巫不信仁的性格 正因如此童子教練讓他轉學轉到了雷門 給他一個融入群體的機會 但在同仁圈裡獸巫跟某些隊員 什麼杏柱霧野還隱山似乎有點太水乳交融了 必殺技有擋球技獵人之王已經跟杏柱合作的合力跳躍防禦 最後一位隊員隱山輝 各位看他的性就知道 人家是雷門左右隊的士仇隱山林志的親戚 也就是他的侄子 被號16號將會是前鋒 必殺技有射門技擴充領域 最初隱山因為自己的性而擔心是否會因此被隊員討厭 當然就是他想太多 可是這位同學並不知道的是 他真正討人厭的點不在於姓氏 而是他動不動就會學猴子教 這個煩死人的壞習慣 隱山單靠天份跟模仿就成功在兩個月內學會了足球的踢法 而且他甚至還有代替過 僅學長完成雷門的新必殺戰術雙翼衝擊 比較可惜的是製作組並沒有給隱山一招 好模仿耗人天空墜擊的射門技鐵骨絲落石鋼筋墜擊 這在日本是一個多麼有名的梗 又是真的有做出來一定超好笑 好的各位上次做第三季的時候發現前面雷門後面敵人的格式比較好哦 所以夠的第一集我們也別超進度乖乖把第一集的招拳講完就好 OK雷門在全國大賽劇上的第一間學校就是天和元中學 這對當時由於受到第五院的壓力 而不得不採用較為粗暴的踢法輸入鏟除藥 雷門十一人必殺技有過人技瘋狂變戲法 無視裁判的精神續招 但如你所見這種攻擊性的招式通常會直接被動畫版砍掉 像是無視裁判的上一代也是一跟二都被和諧掉了 天和元有一隻叫鳥巨啊吧 鳥人法爾科的化身化身即為法爾克之意 如果說天和元還算情世所逼而不得不的學校的話 那第二戰雷門碰上的萬能版中學就真的是認真來找雷門他們查的隊伍了 這隊一共有三個跟劍程一樣的原種選手 必殺技有搶球技、巨像壓制、過人技、迴旋鏢之術、射門技、彈跳火焰 化身有兩個一個是前鋒的奇數魔皮莉姆化身即為魔術師之河其實還蠻帥的 另一個是守門員的機械兵卡雷烏斯 這在遊戲裡其實是屬於比較免洗的兼用卡型化身喔 化身守門即為守護者之盾 但你們聽這個聲音 這這不是某穿越異世界的偷胖似人渣嗎 嗯 恭喜動畫出新作啊 帝國學員是雷門在地區域賽準決賽的對手 由軌道跟左手間帶領 表面上看似服從第五院 但其實暗中策劃著推翻人家的計畫 十年後帝國最有名的招式不用說就是新人隊長的皇帝契兒7 再來還有守門技、力量扣球、搶球技、漩渦、沼海跟過人技、魔幻交叉 也就是布利塔那樣的交叉 同時隊長也有化身名字叫黑色之翼雷文 另外一位化身使者是一個後衛叫龍騎化身名龍騎士泰迪斯 這兩個人在遊戲裡都有幾招化身射門喔 不過全都是後續隊伍的兼用卡 所以最終都被砍掉了 地區域賽決賽聯盟遇上的隊伍海王學員 全隊皆為原種選手且大多數都有化身 呃對夠的這些敵人基本都是來比誰的原種比較多還有誰的化身開比較大的 相較世界杯完全不比較能力直彈論各隊的特徵實在是較為無趣喔 好沒事小抱怨一下 海王學員的絕招有首門技、四元鐵矛、射門技、飛翔之魚化身有兩隻 一隻是隊長的海王波賽盾 另一隻是音速的巴里烏斯化身技超速驅動 OK 終於脫離地區域賽進入全國大賽 隊伍第一站雷門遇上的就是月山國光中學 之類為什麼這麼特別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前隊友南澤學長在裡面啊 南澤當初因為反對革命而退隊轉到月山國光 一間重規則跟紀律的軍隊封學校 所以在第一季裡面月山國光的必殺戰術也是壓倒性的多 有不動之陣大家一起全員蹲著躲龍捲風的戰術 炎之陣 當龍捲風發生在敵方禁區的時候 利用龍捲風來護球或者傳球的戰術 最後是戰術迴拳 四個人排成菱形不斷後傳讓對手搶不到球的戰術 呃 其實感受不太到什麼技術含量齁 射門技有南澤本來的音速射門 還有火箭頭錘 這麼鳥的一個招式三國學長還是接不住 搶球技雙重攪碎機跟過人技擴刀地雷 隊長有化身巨神基加迪斯 主要是基加迪斯炸彈 說實在跟前面很多化身手紋器一樣都很免洗喔 打敗南澤學員後 一時間接下來碰上的就是白練中學 十年前有了超級新星吹雪士郎的帶領 從默默無聞到現在成了北海道第一強校 當時第五院藍茵的無預警把教練吹雪給換掉 還偷安插了圓種進去 也就是球隊新隊長的白校客野必殺祭祀水晶障壁 可是這一隊的焦點依舊是在吹雪的可愛小徒弟雪村爆牙身上 必殺祭有從吹雪那兒學來的永恆暴風雪 還有他獨家自創的進化型烈爆冰風暴 雪村的化身好雪的賽亞化身祭祀冰霜路徑 最後白練中的必殺戰術絕對障壁 會讓六名選手結在中間最後照出一座冰山 是一早從旁邊繞過去就好得滿白爛的一個招式 全國大賽第三戰的選手木戶川清修 去年聖光之路的冠軍隊伍 重點是他們在決賽擊敗的隊伍其實就是雷門 現在球隊內部則因為有兩拳有的願意有的不願意服從第五院而起了內訌 教練是雅風如 木戶川清修的第一招必殺技為上一代著名的死亡三角洲的進化型 死亡三角洲ZZ必殺戰術也是叫神之三角洲 藉由三個人圍成一個三角形邊跑邊注意噴水來回往前衝鋒的戰術 本隊的兩隻化身很可惜都是兼用卡重機兵巴龍招式守護者之盾 跟鐵機兵奈特化身技終極刺殺 幻影學員顧名思義是一隻專搞幻術的隊伍不可思議的魔術師集團隊長征帆路 是天城學長以前的好基友必殺技魅幻射門 11招可以讓球直接消失然後從你背後冒出來的超逆天招式 沒有任何守門技擋得住欸 可是還是被天城學長的雅特蘭提斯之幣給擋下的 不知道為什麼 曾凡路的化身為幻影的達拉曼卡拉斯 化身技武道鬼魂 可以捆住對手的化身趁機過人 對上的另外一個替身使者湘野隨意他的化身勝負是骰子男 必殺技西招叫做幸運骰子的絕招 靠指骰子來隨機決定守門的威力還蠻酷的 是把球停下來的暗影捕捉 但就場地還有招式設計的話 幻影學人大概是我最喜歡的 雖然標準很低就是了 OK 恭喜一路敖過來的觀眾朋友 我們終於就講到一個比較重要的隊伍了 星雲學人 星雲學人是雷門在全國大賽準決賽槓上的隊伍 隊長羽公太陽號稱是十年難得一見的天才前鋒 但是人物的定位基本等同於好人家伊之賴喔 身體病弱然後又跟主角私底下搞機 聖門機有召喚出阿波羅T的閃耀之力 還有另外一位隊員用尼普盾踢出來的重型水貓 看起來是還蠻酷的啦 但這招其實就是給幸助拿來試魔神的右手的祭品招 打星雲的比賽基本上就是一場化身大亂鬥 除了幸助覺醒化身天馬神童跟劍城生出合體化身是右手之外 太陽那邊也突然發明出了把所有人的內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的化身吸收 看得我差點忘記一直在看足球了 最後決賽的對手聖堂山中學 聖堂山為石戶修爾也就是豪爺四親自培養出來的隊伍 號稱全隊都是王牌前鋒 反正就是在攻擊力上特化特化再特化的暴龍戰隊 準決賽他們對上的是十年前以無限之幣聞名的千宇山中學 可卻還是以十六比零的分數大勝人家 跟我在第三代遊戲打到最後等級壓制屌虐千宇山的比數差不多 聖堂山的必殺技有投石器射門 跟召喚出化身炎魔卡薩德的新版爆炎風暴 然後守門技射門破解 座中為二用腳說門的絕招 第一招是巴西隊的巴西戰武強奪 然後搶球技空氣狙擊槍 直接手搓一顆螺旋丸然後射出去截球 還有過人技電磁環繞 這麼霸氣的一個隊伍 然而下半場就被第五院真正的創始人千宮路大悟給全部換掉 變成他專屬的成員巨龍聯隊 他的兒子千宮路大合擔任隊長 必殺技燒案出化身賢王潘恩的王者之火 巨龍聯隊全員通通都是原種加上化身使者 可是別緊張 除了千宮路之外的所有隊員都是監用卡薩德的雜魚替身 看起來只是多而已一點不厲害 在動畫裡面甚至連一招必殺技都沒有使用出來過 好的以上就是閃電11人GO 第一屆的全隊伍絕招大圖見了 我是神影川一 各位應該是感覺出來GO本身的絕招包含化身 我深的都沒有太大興趣 你可以看到很多招收視越做越搞綱越華麗 可是同時也開始缺少了當初像烈焰龍捲風黃金神掌X那樣的俐落跟純粹的爆發力這樣 並不是每一招都這個樣子啦 我知道還是有很多設計的很不賴招式的 不過你們知道想再達到第三屆高峰對這些來說已經是不太可能的了 我是影川一我們下部影片見